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烤每一種不同的肉動 不同的鐵盤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那個口感都不一樣 吃起來比較不會膩 我覺得這邊的肉質是新鮮的 然後如果喜歡吃道地韓式料理的話 其實這邊真的是還滿道地的 寬敞的環境 木質的桌椅 牆邊的圖像 再搭配紅亮的韓語招呼聲 讓我們彷彿置身在韓國般 享受道地的韓式燒肉 當時跟知名的藝人江武東合作 那也使用它的肖像 那由江武東本人去出任我們品牌宣傳大使 那在我們店內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幽默 很滑稽的一些畫像 那我們這個品牌主要是要營造一個很熱鬧 而舒適的一個氛圍 與韓國知名燒肉品牌合作 除了肉品與食材無法當地進口外 食材的配方 佐料到整個餐具 甚至是桌椅與燒烤配備 全部都與當地相同 希望呈現給台灣的顧客 最道地完整的韓式風味 其實我們在台灣能取得的食材 其實也都是很好的 那當然配料的部分的話 也是都是從韓國來的 其他調味的東西都是從韓國來 那在口味跟配方上面是不會更動的 燒肉店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肉品了 無論是哪一種肉品 在處理與醃漬的過程都非常講究 為的就是讓顧客吃到最完美比例的厚度 與最好的口感享受 韓國人喜歡吃豬肉 所以我們這一家店 其實比較受歡迎的也是豬肉 就是他們喜歡吃五花肉這一種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一些 他們韓國比較常吃也比較喜歡的一些料理 像是海鮮蔥餅 雜菜這些東西 還有年糕這些東西 這些是比較受歡迎的 多種肉品與多元韓國道地美食做選擇 再加上餐前附上的小菜與配料 讓每一週的餐點既豐富又多樣化 另外也有現場服務人員 細心的桌邊服務 都是這裡非常重要的環節 我們每一家店在開業前的話 至少都要培訓一個月以上 那總部那邊有派一個韓國的廚房長 在台灣常住在這裡 那也有定期的督導會來每一家店訪查 在品質上面他們也還是蠻堅持 它不只肉類的話還有飯菜還有青菜還有湯類的 所以它這邊吃起來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真的是比較多一點 他們的醃料我覺得不錯 就這樣有點甜甜的啊 就是蠻道地的就是韓國口味 而且肉很新鮮 尤其是豬肉 最喜歡吃那個烤五花肉 烤五花 對 豬五花是它這邊的招牌 所以來客人我們都建議就知道他可以吃 其實我已經來過好多次了 然後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周圍啊日本人啊韓國人都有 所以你不用花錢去韓國 你就可以感受到自身於韓國的感受 客人們滿足的笑容就是好品質的象徵 在台灣北中南更有直銀店經營 希望讓這個韓國品牌的核心價值 完全傳達給所有享用的消費者們 才能給大家更多更不同於在地美食的味蕾享受 經營這個品牌我覺得餐飲的部分 最重要的當然是食物本身的品質跟服務態度 那也想呈現的這個品牌 它原有的初衷跟熱忱 想要讓顧客知道說不用飛到韓國 在台灣就可以品嘗原汁原味的韓國烤肉跟料理 在台灣 打開 你 吃 按